我一开始先试了苹果 然后后边发现了苹果的弊端 比如说信号不太好 电池容量太低了 充电慢 打游戏会发烫 我用我们国家的产品 包括我们国家的品牌 我也觉得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自信 包括有一些口红 唇釉 我都觉得国货其实更好 更实用一些 这个毛哥屏是我一直回购的一款 他这个买的是高光高 而且他这个包装我也很喜欢 很精致 拿出去也很方便 国潮 literally means national wave indicates a kind of new trend in which more and more Chinese are willing to buy Chinese own products rather than those imported overseas brands for very long time many Chinese thought that it was trendy to buy foreign luxury brands rather than Chinese own brands so recently we are seeing the reverse 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就好像已经 像香奈儿呀 迪奥呀 比奥呀 比奥国际大牌的 看这种东西 看了十几年的 就觉得没有必要为这个消费这么多 我不就是用一个唇膏吗 我为什么要买七八十的呢 就不是所有的东西 我都要去追求品牌这个东西 我在我想要消费的这个领域 我要把我的钱花得更值 这个就是刚刚也说过的就是完美日记的散粉 它的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 然后性价比就是非常的高 可以对标一些某某某品牌 然后这件衣服是枝盒的一条黑色的裙 然后它应该是桑橙丝的 如果是其他国际一线品牌 可能这件衣服大概要大好几千 但芝盒的这个当时买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半的价格买到的 我觉得有非常多设计师非常优秀 然后他们学到了非常多好的一些设计 然后还有一些对产品的理解 然后把它带回国内 然后创立自己的品牌 价格上是差很多 但品质上其实差的距离并没有那么多 三年预期以后 大家越来越看重于这个性价 就是对价格呢也有所要求 我认为中国的品牌 就像日本人的品牌 他们的品牌都很高 他们非常质量的 我是一二年买了一个小米4 然后它当时的话性价比会比较高 而且当时它的屏幕分辨率 各方面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而且使用之后的体验给我的也是不错的 有些人的品牌 尤其是更多的 质量的质量 在中国的市场 而不是因为 中国的品牌 是更多的 质量的质量 有些国家的品牌 其实会发现 质量的质量 当他们的质量 在中国的质量 质量的质量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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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日子 必须要很小心 尤其是在中国的质量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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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 我们看到 国质量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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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国家 不仅在中国 但也在其他 其他其他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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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也发现了 现在 国内的年轻人 他们越来越喜欢 跟中国元素有关的一些设计作品 他觉得越小众的 越稀有的品牌 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因为我以前 就是可能比如19级以前的学生 那个时候没有发生疫情 他们还是喜欢国外品牌的 有个学生非常直白跟我说 他说我买这个品牌 我就是买的这个logo 所以我觉得他们确实是有变化的 可能过去大家用大牌 可能是觉得它就是贵 然后用出去有面 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就是 我们用国货 我们才是真正的有面子 还不如去推崇我们自己的品牌 去发扬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